回来关心到立法院长韩国瑜 今天将继续召开朝野协商讨论总预算案 面对绿营恐怕会动员青鸟 重返到了青岛东路来静坐 在场外给予协商施压 蓝营这边也有所因应了 他们发出了紧急的动员令 今天下午将其去立院外头来抗议 朱立伦就强调说 要集结的包括了园民 医护人员以及农民 要来力挺蓝营党团 希望让青岛河野悬崖勒马 尊重法律 尊重三党的主决议 柯智能这边也说了 国民党退回总预算案 只是说要把这些钱编足编满而已 但是被民进党操作成为党预算 这使得国民党在地方频频被呛瞎 有一些老人家就会质疑 国民党把补助的钱给取消了 他很感叹 说民进党这样的动作 在中南部已经有所发酵 而针对这次总预算案 进法补偿条例卡关 今天下午刚听到了 有可能会出动 包括原民一起来 这个立法院外头来抗议 北上表达意见之外 绿营认为说 其实这样的行动 对协商一点帮助都没有 对此立委高金素梅就说 没有善意的是民进党 还有行政院 没有善意的是民进党 没有善意的是行政院 依法通过的进法补偿 一公顷六万块 左荣泰院长只愿意给四万 然后礼拜一的朝野协商 这个主计长也说不清楚 所以我们的院长就喊 十分钟休息 大家都知道 十分钟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吗 那十分钟当中呢 吴思瑶对着我的面讲 这个原住民不足的 两万块的金额部分 我们会想办法把它找齐 但是今天必须要三党都签 我们要提案 提什么呢 进法补偿明年要下修四万块 以此作为要挟 你觉得这是诚意吗 进法补偿是按照民主程序 在立法院三读通过 总统公告 而卓荣泰院长 他一直不愿意依法行政 从四月份一直到现在 不管是媒体的讨论 不管是在立法院里面的论述 族人都很清楚 都看到了 只不过我们有非常多的族人 住得非常远 因为我们有人住花莲 有人住台东 有人住屏东 所以我们要聚集在一起 是非常的困难 而在这当中呢 有非常多的族人 非常的气愤 一直告诉我 我们想到立法院 我们想到行政院 那么我身为一个立法委员 我总是觉得能够在立法院里面处理解决的事情 那么我们就来处理 因为毕竟这是我们的责任跟工作 但是呢 今天礼拜四 还要在协商 因为韩国瑜院长请主机长到各个办公室里面去说明去提方案 但是我比较遗憾的是他没有来我这里 我是一个原住民立法委员 然后总预算案也是我提的 进法补偿也是我做招委的时候通过的 那主机长没有来我办公室 我非常遗憾 所以呢 我并不知道今天下午的协商呢 主机长代表行政院会拿出什么方案 而今天下午的族人自动自发上来的这样的行为 我当然会支持他们 我只是真的对他们于心不忍 我真的对我的族人于心不忍 因为他们要下来要花多少的时间 要多少就出门了 所以这个部分我相信 今天下午到底会来多少人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一定 誓死捍卫原民的尊严 誓死捍卫立法院的民主尊严 以及誓死捍卫我的族人 跟我的族人站在一起 感谢刚刚好呆猫他的斗内 这个贴图好可爱哦 谢谢你咯 回来继续关心到 不止这禁法补偿案是吵个不停 包括了宪法法庭对死刑的视线判决 现在依然争论不休 高雄市议员李雅靖在昨天直询 高雄市警察局长林延田的时候 就当场要他还有各分局长 对视线判决案来表达看法 包括了林延田在内还有17位各分局长都举手表态哦 他们赞成死刑 这个李雅靖很感叹啊 说这样视线判决会不会影响到基层远警的士气呢 请问现场所有的警察同仁 包含局长分局长们哦 是否赞成 使刑的这样的一个制度 赞成的请举手 全部 执法人员跟社会大多数的名义都是一致的 那大家都认为 使刑在现行的一个法律体系中 有着不可替代的一个 各主性跟他的威慑性 还有他的公平性在哦 我常说警察同仁每天都是冒着自己的生命安全 出生入死 然后去帮我们维护我们的治安 甚至去逮捕一些犯罪者 那这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一个工作 这样的一个行为也确保我们的社会的安全跟秩序 当法院最终判决 这一个犯罪者是死刑的时候 却迟迟不执行 或者是面临实质上 我们的宪法法庭有做了一个 形同实质废实的一个判决 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这样子是否会对 而我们的警察的士气产生负面的影响 也是否会让警察感觉到自己的辛苦 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甚至是这样的一个治安保护效果 会大打折扣 我想要请教警察局局长 你身为我们执法者 治安守护者的大家长 站在警察的角度 你如何去看待宪法法庭的这项 实质废实的判决 我刚刚举手是我个人 那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元的一个文化 那宪法法庭他的这个我们尊重 但是我想很大多数的民意 也认为应该要保有会时的这个状况 所以这个我们尊重 我们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我们都尊重 你不觉得他会对警察的士气 产生负面的影响吗 当然会有 但是我们做好 我们该做法令 现在规定我们要做 我们就全力在我们的 司法范围我们来做 其他交给司法去后端去做真神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赏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L ass 就知道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